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早上 江儀化院長開了一個記者會說 台灣的未來不能等 但是我們要告訴江儀化江院長 台灣的人民不能等 江儀化院長應該立刻下台 應該立刻下台 為什麼這麼說呢 事實上今天本期站在這個國會殿堂裡面 是以非常沉痛的心情 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立法院 要提出這個倒閣案來講 是何等的慎咒 何等的困難 但是從這個江儀化院長上任以來 這個從府院信任危機 到總統毀憲亂政的一個情況 不斷向下沉淪 民主國家既然會發生 國會監聽的這種情況 此種狀況嚴重的 違憲 更如白色恐怖的復辟 江院長 自從接任行政院長以來 精準的這個執行 馬總統的意志 身為這個全國最高行政院的院長 卻只把馬毅當成唯一施政的準則 完全無視乎全民的福祉 行政院長依照憲法 應該是要受國會的監督 但是我們的江儀化 卻參與了國民黨內的政爭 忘記自己是身為行政院長的分際 淪為馬英九發動政爭的共犯 發動政爭的打手 讓行政權凌駕於立法權 還針對於立法院的這個內部的運作 說三道四 嚴重的影響了這個憲政的分際 當然江儀化院長是毀憲亂政 參與政爭 介入這個內鬥的一個行文 難道他不用跟我們全民道歉嗎 難道他不用跟我們全民道歉嗎 江儀化院長是一個政治學者 但是我們過去有講到 如果士大夫無恥 應該就視為國恥 我們現在台灣已經有一個 一個馬寶的總統 我們真的不需要再多一個無恥的行政院院長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江院長 讓人家失望透頂 他早上竟率領了三十幾位的閣員 大動作的召開記者會 針對於這個立法院的問題 認為說規定位於這個立法委員官說司法個案 完全迴避了這個馬總統違憲亂紀 非法監聽的一個情況 對於自己是不是參與了馬王政爭的過程 卻避重就輕 我們沒有看到江儀化院長 對立法院做任何的一個道歉 無論如何對於國會監聽這件事情 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多麼侵害到這個憲法所保障的通訊自由的這個 的權利 但是我們江儀化院長 卻躲在這個調查小組的 法務部調查小組的背後 意圖來這個卸責 就論之為這個疏失或過失 事實上我們認為 無論是故意或過失 都應該要下台負責才對 對於一個政治學的學者 卻不知廉恥 卻不知道自行應該要下台 然後還敢大言不慘的說 為我們這個國家做了多少事情 為了我們做了多少 新幣的這個措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來看 亞洲這個開發銀行最新的 發表的數據 台灣已經是四小龍裡面 生經濟成長率最低的一個國家 從3.5%大砍至2.3% 降幅到34%左右 我們台灣的經濟 已經非常非常他 但是我們的物價卻一直上漲 油電漲 什麼都漲 但是人民的薪水不漲 現在人民的薪水已經倒退到16年的新低 這樣子一個情況 這個行政院院長 卻乾乾為這個政爭的工具 我們看到馬英九總統最新的民調 已經達到這個9.2% 江一化院長也已經只有15.8% 我們不知道這樣子的院長 還能夠帶領我們多久 本席再次呼籲我們所有國民黨的委員 應該重散如流 重散民意 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 憲政的尊嚴 國會的自主 應該要倒閣 台灣人民不能忍受一...